本來在朝野協商 英文你做過日圍很清楚的 你算主親的 朝野協商本來就是都會很 當主席的人你要很有耐性 尤其是讓反對 尤其是小黨 讓他去盡情的去 陳述 今天很趣 今天就是說這個過程裡面這整個國會擴權的一個案子到現在為什麼要提複議就很簡單 就是在這個過程裡面被批評 黑箱 被批評不夠民主 因為程序你沒有去践行 好啦 那你現在出了立法院以後 行政院就跟你說 我要替你提複議 提複議來拜時間了 拜時間底就說到底要幾天 以前有兩天的啦 還有七天的啦 還有十三天的啦 我就跟他說 這樣啦 這個以前就這樣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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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這個過程裡面就沒有討論到 比較久的 輪到那個是以前 到黃國昌在發案的時候 過去跟柯建民他們兩個人的西隊頭都搭來搭去 我算公親 我算不夠衰 你知道嗎 我就說 阿富君子你也不這樣 人家發言你就開始就要搭去 柯總長說話你就要搭去搭去 你常常都說人生攻擊 韓國昌跟我說 麻煩莊委員 你不要再關掉 我就關掉了嗎 我跟法輝呢 大家都說第一輪 說什麼 又說第二輪 我就跟他搭去手 韓國昌說 不然等一下 吳思雅完以後換你發言嘛 吳思雅說什麼 他們就大家都沒有人搭去手 他們就換我了 沒有人搭去手 再說吳思雅後面 當然換你 這他自己的裁定啊 結果呢 韓國昌跟他抗議啦 不是按照黨團來嗎 你就主席你的財事換我了 他說 阿不就換 蓬崩蓋了 我說 主席 這是我理到我的事了 你跟我說換我發言 你現在叫別人說 我要等幾點鐘 你這什麼意思 你等幾點鐘喔 我等幾點鐘都換我發言 等幾點鐘 好不容易輪到你了 這是主席自己的財事 結果又把你跳過 喔 他是把你當作防護上可以摸頭的嗎 結果他去抓到一隻什麼 一隻刺蝟 台灣刺蝟 我也不是刺蝟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在主持議事 大家都會尊重你 朝野協商裡面就是主席 你就是要有耐性嘛 你如果要來過席 要去 你整天就說一說 我跟你們說了 待會就在這裡來表管 沒有公司在這裡來表管就好 你就整天這樣說 你今天是要學商出一個 日期到底是什麼時候 你不是比較有耐性的 什麼 大家說第二輪啊 我比較小就對了 我比較小就對了 我比較小就沒關係 給你們宗教在說 總是你跟我說要換我了 我不敢敢當啊 我說你把我當學校的 我說你那要靠腰 我說這句就比較難聽這樣而已 我就開始 靠腰就靠腰沒什麼 是嘛 他就跟他說 你給我拍什麼桌子 我說你當我是什麼 你給我跳什麼秩序 你給我跳什麼秩序 我又沒有去耳房國昌 說哎唷 可以插隊喔 對我說你們就是插隊啊 如果你是主席 你才定是我 別人要發言 他變成插隊啦 所以 我覺得這都是小插隊啦 但是他一直都想都沒有 他才會說我雞蛋給他挑鋼筋 雞蛋挑骨頭是說吹毛求疵嘛 對不對 我是說鋼筋兩套大顆的 大巨蛋怎麼不套 你大巨蛋那大顆的挑鋼筋也怎麼哭 原來就是以前的高雄市議會的時候就這樣 只喔 你如果問他問他的議選怎麼變政會怎麼來的時候 說不出來 他說你雞蛋裡面挑鋼筋 今天也一樣啦 你在主持議事主 主持到那裡 我想他回答他 一定會覺得 抱歉啊 哎唷 然後一天講 只要用啊 講啊 還是怎麼看呢 不用啊 講就跳過那邊 這個任何人在那個朝野協商的現場裡面喔 誰都受不了啦 我不知道他講 他說我拍什麼桌子 我說你耍什麼權威啦 大家白白都立委啦 所以我反而會認為說 既然已經提了複議案喔 就是後來當然也日期也順利 大家已經協商出來 就是說6月21號 大家一檔都11月下來了 國民黨11月 民進黨11月 台灣民眾黨2月下來了 你早晚都要形成這個共識嘛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覺得很怪 就是說那為什麼 為什麼黃國昌一講 他都沒關係 人家在說插座的時候 黃國昌今天也怪怪的 他說插什麼座 副軍集也是在插座 從今天的過程 我為什麼會去知道 韓國瑜為什麼會這樣調理 我說你的立場都跟他們一樣的啊 他們都沒關係啊 他如果說插座的時候 跟他抗議一下之後就走他去 我也幫你抗議了 我也幫你抗議了 我也幫你抗議為什麼就對了 我 你也就是繼續抗議了 他還要回來之後 想像我拍攝我 裝在想你發言 所以我反而會認為說 立法院本來就是要透明 一個當院長的人 主持朝野協商 就很簡單 你公正就好 不要立場這麼明顯 你會讓我看不見